白頭翁大大方方停在陽台曬衣乾 聽到有人走近也沒有馬上飛走 但最讓住戶困擾的是因為他來造訪 還留下了排泄物讓屋主不堪其擾 參考網友提供的驅鳥辦法 住戶在陽台掛滿紅色塑膠袋卻完全沒用 白頭翁依舊天天拜訪留下會晤 真的快把我煩死了 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時候 就會發現又多了很多鳥屍 可是我白天沒有辦法趕那些鳥 我衣服可能會放個兩三天才收進來 我現在就是曬一天乾了就馬上收進來 因為我怕隔天就是會有鳥屍 實際來到陽台查看 從地上露台甚至塑膠袋內 都有白頭翁留下的痕跡 甚至曬衣乾上還有羽毛 讓住戶丁小姐相當無奈 因為在北市南港區 這處公寓四樓套房 已經租了兩年 最近半個月才碰上這種狀況 嘗試掛張腦丸 紅塑膠袋都沒用 疑似是附近有野鳥竹巢 電線桿上面 他搬就直接飛到地上來攪東西吃 記過來竹巢這樣 對啊對啊 很久了兩三年了 實際詢問當地居民 的確這兩三年 白頭翁來附近竹巢生活 也有專家分享 可以在陽台掛反光片 製造聲響 或在屋簷放尿刺 讓鴿子吃避孕藥 來達到取禮效果 享受在你的周邊環境活動 那表示你是居住在一個 健康的環境裡 困擾它的話 就把那些網格做網目 做小一點點 鴿子的糞便 所會傳染的疾病 會比較多一點 學者認為野哥帶來的 傳染病跟髒亂 遠遠比白頭翁來得更嚴重 民眾除了柔性驅離 也不要隨意餵食 否則可能造成生態圈 更大負擔 借楊視序 我會刪台北參報道